俄乌战争现在陷入一个僵局的状态 就是乌克兰当然想反攻 但是实际上能力可能还不太够 那俄罗斯也没有能力在攻城掠地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军美国要送乌克兰海马斯多管火箭 这个我们台湾有买 但是一直还没有到 那俄罗斯很怕他 所以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说 美国阵乌克兰这个扭转战局的力气 其实还留了好几手 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 说乌克兰官员年月以来 要求美国提供M200栋多管火箭炮 这是盾巴斯重炮对决的致命关键武器 射程跟破坏率都比榴弹炮等传统火爆强 因为海马斯至少都120公里射程 甚至真层型可以打到300公里远 M200栋多管火箭系统 被称为战场上的火力之王 一次可以诈平6个足球场 美国欧洲最重要的火炮系统 可以发射战术导弹的火箭炮 M270多管火箭系统的发射箱 可以携带12枚火箭 或两枚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飞弹 前者携带有导引或无导引的弹头射程 可以达42公里 ATACM的射程则达300公里这么远 然后飞弹飞行高度可以达到50公里 M270多管火箭很适合使用打带跑的战术 因为你看嘛它是一个自走的 就是它底下是可以自走的 在发射火箭之后迅速转移阵地 以避免受到炮火的反击 所以这个宇翔 如果这个送过去的话 可能俄罗斯的人可能会很害怕 当然这个如果送过去的话 这个海马斯的系统送过去的话 对于俄罗斯来讲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怎么讲 其实现在美国已经给乌克兰 有90门的这个M拐拐拐的这个流炮 那这个流炮其实在顿巴斯地区呢 目前是造成一个很剧烈的一个伤害 就是说在顿巴斯地区 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军呢 都是用炮弹导弹在互相炸 那而且他们互相炸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美国他去答应给乌克兰 要90门的这个M拐拐拐 可是现在他只给他74门 74门下去之后呢 乌克兰他怎么样 他成功的收复第二大成哈尔科夫 而且把俄罗斯呢 逼到这个所谓的边界地区 所以可以看到 光是这个M拐拐拐 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如果说这个海马斯系统在加入的话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 会更是雪上加霜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旁边这里 俄国他造价了1.5亿的飞弹 大家都说俄罗斯的飞弹 一直炸到乌克兰里面去 可是美国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造价1.5亿的飞弹 结果他到乌克兰这边呢 只调到他海滩的一个公厕 所以用1.5亿的飞弹去打掉一间公厕 打掉一间公厕 那间公厕底下是有藏核武吗 完全没有 他就是准度非常的不够 所以这件事情一被发现之后呢 其实外界大家什么军事专家 大家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攻击 觉得非常的可笑 到底他投资报酬率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的军事记者 他就直接讲 一枚要价500万美元的俄罗斯导弹 飞弹 导弹 只击中了熬德萨 海滩上的一间公共厕所 而且呢 你们有没有更好 他告诉那个俄罗斯说 你们还有没有更好 更棒的军事投资吗 那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 美国呢 我怀疑这个是侠愿报复 这是侠愿报复 普丁可能去用过那厕所 经验不是很好 所以觉得 不开心要把它炸掉 那这也可能是普丁的任性 那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针对这个部分 他们也发现了 俄国的这个飞弹导弹 真的 他虽然发射了1500枚的飞弹导弹 但是准度非常的不足 所以对于美军来讲 他们也是觉得 这个是非常非常 他目前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海滩斯 加进去 目前大概是有这样子的因素 那除此之外 其实刚刚那个新黄哥有讲到 这个俄罗斯除了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军舰 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俄罗斯内部 其实有非常多神秘的大火 现在不断的在燃烤 这好像我印象中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有一次也是大火 对不对 好像也是研究 飞弹的军事研究机构 对而且其实这个大火 它是从三月份的时候 在莫斯科的五个征兵中心 就已经开始被中火 那到四月份呢 还有八个这个民生基础设施 爆出这个大火 或者是被破坏的事件 那到五月份的时候 还有十一个军事的相关的设施 跟机构发生火灾 那最新的这一次呢 就是在五月二十一号这一个 这个是在莫斯科地区呢 又传出大火 这个大火呢 是在这个卢科夫斯基的一个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哦 它是专门在专职研究航海 然后军工的这个研究中心 在里面发生了大火 大火 放哥这我可以补充一下 俄罗斯最近的大火 有跟三个因素有关系 有三种类型的大火 俄罗斯哪三种类型的大火呢 第一种类型的大火是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要支援乌克兰战场 需要很多无人机 可是你知道在对于俄罗斯来讲 因为土地很大 尤其像西伯利亚 有很多广袤的森林 那那些区域 以前本来就会火灾 可是所以俄罗斯以前是借助什么 借助无人机的侦查 去侦查各地状况 然后赶快去灭火 可是现在无人机 现在很多都被送到战场上去了 等于你消防员编制里面的无人机变少了 所以到处乱烧 对所以俄罗斯的这种森林大火就变多了 所以这是第一种大火 第二种大火是俄罗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当兵 那俄罗斯有征兵办公室 那征兵办公室到目前为止 据统计已经超过12起的征兵办公室被烧了 所以这是俄罗斯的第二种大火 我叫做我不想当兵 俄罗斯的第三把大火是什么呢 是有很多的军工实验室跟军工研究机构 发生了大火的情况 那为什么发生大火呢 因为普丁自从莫斯科号被炸了之后 开始要追那些贪污贪毒的行为 想说我给你们那么多钱那么多资源 到底你们用去哪里 为什么这样会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就一把火把证据给烧了 所以就有人怀疑说这些大火烧起来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次有很多导弹打不准 那明明就已经打下去 结果本来预计要攻击重要的人口多的目标 结果打到人家的公寓里面去 然后还没有爆炸 所以像这个状况就像普丁认为说 你们这里面贪污有很多钱 然后但是都没有发挥效果 所以从军邦要办 然后研究机构也要办 所以才有人怀疑说这会不会是研究机构 因为这怕普丁查下来真的查到什么东西 所以干脆一把火先把它给烧掉 所以普丁你自己也想想 你自己贪污那么多 你底下人会不污吗 上行下效 你都A那么多了 你去看看你的国防部长 那个邵一国房子不就在你家附近吗 你觉得一个国防部长买得起这种房子吗 这用杜琪翔也知道他们在贪污 所以俄罗斯最近这个火还真的是 神秘到好多 3月份是征兵中心 4月是8个民生基础设施 5月份是11个军事相关设施机构 发生火灾 这个真的 我跟你讲这一定是CIA干的 我铁口直断这一定是CIA去干的 所以